叫好哩喔 叫好哩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樹芬 歡迎收看草根菩提環保二十特別節目 可是說 煮一個環保子業是一張大手 那負責供應養分的 就是我們全球八萬個環保志工 他們彎腰做環保 默默付出 用香手把粉塑變黃金 荒地變福田 在五國的觀音山 就一頂環保子港 他們決心要在山上去環保站 很多人都笑他們是光人 不過這人只有一個信念 就是做就對了 用兩年的時間把環保站蓋起來 到底他們是如何在職業這個困難 又是什麼就在這次他們向前走路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仁文真善美之公所帶來的影片 觀音環保教育站 離五谷市區有四五公里遠 加上公車班次不多 年輕的環保志工們 可以自行騎車前往 但是對一些老菩薩 想要上山做環保 就顯得困難多了 我們老婆山很愛做環保 平衡時 他在家裡都看電視 看到你的電視 我們來穿一個環保站 那個老人在那裡拆座 我們有一些年輕的一些所作 我們來煮一燙燙 讓他們一隻雞 只要他們想起來 什麼時間 我們都在家 想要下去 也不用只時間 我們就在他們下去 讓他們有一個家的感覺 讓他們有一個說 被尊重的感覺 這個社會還需要他們 他們對社會還有一個貢獻 剛開始環保點石油市中心 開始找尋 但苦無合適的地點 於是經由會員大德介紹 成租目前的這一塊空地 當下是有所遲疑 但因為始終找不到適合的地點 最後還是決定在此成立環保站 當初這個藏所原為土基層的營業點 但因荒廢了十三年之久 所以土堆 樹木 雜草等堆積了由兩層樓高 志工們歷經了三百多個工作天的整理 終於在2008年的4月13日 正式開始運作 今天在現場有邀請到 冠英山環保教育站的陳美兒師姐 你好 你好 還有我們謝岳德師兄 岳德師兄你好 你好 以及我們仁文真善美之公 林寶珠師姐 寶珠師姐好 你好 岳德師兄 聽說你們在整理這個環保站的時候 遇到很多困難是嗎 對 因為那個地方是 過去是做餐廳的 十幾年是沒有使用了 你就變著著草重生 壓高什麼的都沒有 所以我真正去看七八爪 有 因為去看七八爪的原因就是說 第一 它的距離 我們的池來有比較好 差不多四五公里 還有一項就是說 我們那個地方雜草重生 到底要從哪裡去拚去 好像師兄有帶來一些 那時候的狀況 這個照片對不對 對 這就是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 還沒拚 還用吊車去 在那裡的車 做一個腳踏車來抬 你看看 都是我們自己的師兄 師姐去建立的 都差不多四五個 所以都沒有請別人 沒有 都是自己來 都是自己來喔 哇 這一間就是那裡的餐廳是嗎 對 那裡那古餐廳的所在 對 所以連裡面也都發草了 裡面都壓高 都壓高 都壓高 哇 都有 尤其 那個 都是毒蛇 那個 牛角火 都是毒蛇喔 那你要怎麼拚 沒辦法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啦 你在這裡住這麼久了 我們這裡要來做一個環保站 實際要來做環保站 不好意思啦 你們刷廚啦 你還這樣子跟他們講喔 對 對 我們去跟他們親吻到了 是 慢慢的我們就把它拿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辛苦喔 對 那時候也不感覺辛苦啦 就是覺得說 既然早地早有了 我們就盡量說 快來拚拚好了 快把這個環保站 趕快來成立起來 趕快成立起來 幫我來運作 那我們知道美二師姐 你本身是在承擔相機 是 那看蘇兄他們這樣一路在整理環保站 你也一路這樣陪伴他們 你做相機 生生要照顧他們的肚子 他們還在扮三腰 你要怎麼送吃的東西去給他們吃 也是要克服啦 那個時候因為剛好就 還是在春天的時候 天氣都很不穩定 就連風連褲子 有風飛沙很頭 尤其我們在整理的地方 要經過挖土機什麼去 要說實在 昔的環境是相當的糟 那我就想辦法了 要辦法把中午午餐 在家裡頭 就煮成半成品 所謂半成品就是什麼呢 煮蚵仔麵 蚵仔麵 我就是 就是飯啦 先煮飯 蚵仔菜飯啦 這樣是 煮得好 要比較飽 我才提得動 我本身交通都不會 只可以去搭公車 還要帶孫子 所以就換東西 帶孫子 今天你帶來這個相片 聽說你們孫都會知道 你愛做主席是不是 愛做主席 他都會跟我說 因為我阿嬤要做吃雞 所以我要配合他 他真的這樣講喔 他才幾歲而已 他今年六歲 那時候他其實才不滿四歲 好可愛 是 對 所以山上要差不多多久的時間 整理這樣 整理我們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前後 我們發的工作天有三百多天 三百多天 以人次 對 以人次來講 差不多五三個月中間 就開始運作 開始運作 因為現場就是環境那麼髒 又那麼亂 我只能在家裡做盤子好了 去那邊 趕快把水 把水下去煮 才讓人家一點不燙燙 那要怎麼有水 水有啦 那裡有水 就是你自己愛 我們就一個大棟鍋在那裡 在那裡 聽說你都快速滑下去對不對 就一個滑下去放在那裡 因為 拔地方 今天滑下去 今天滑下去也刷在那邊 就是這樣刷來刷去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難 對 當然了 沒有再煮菜了 因為方便刷很高 沒有方便煮菜 我記得我就拿一大罐的豆腐乳 那這一段期間 吃那個雷霈豆腐乳 吃這麼多個月 是啊 吃三個月 天天這樣吃 天天這樣吃 對啦 我記得豆腐乳 裡頭的豆腐乳吃完的時候 師兄就叫著那個醬 豆醬吃這樣子 真的 真的非常不容易 謝謝 要去那個環保站 真的要加住很多的心力在裡面 好像懇慌啊 真的是懇慌 真的是懇慌 那寶珠師姐 你一路上這樣陪伴他們 這樣記錄下來 你自己有看到什麼 有什麼感受 這個環保站是在半山壓 不是在市區 誰會拿回收的東西來 幾乎沒有 都要師兄師姐去開車到山下去載 然後載回來再來整理 可是一大堆的東西怎麼辦 禮拜一到禮拜五只有老菩薩來 那六日是年輕人會大概一二十位 可是這樣還是消化不完 所以謝謝德師兄跟我講說 他們最困難的還是在人裡 不是怕走 就是不夠人 所以真的寶珠師姐講到重點 你環保站起好了 但是我們的環保站 不是在半山壓 人要為何來 你的師兄 人要為何來 這個就是我們最困擾的地方 有問題在找沒人 有時候有電話來 我們要去載 我們也沒辦法跟我說 很及時的配合說 馬上去載 就是要跟他們照時間 其實我們的一些 肺炎大眾也很好 沒關係啦 你們看什麼時間來 你先跟他們說一下 你如果要來 先電話來 我們這裡去載 他們會在家裡等 所以說這段時間 是真的是人力的 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如果粗粗 那段開始就叫人來 我看到稍後 我們寶珠師姐剛才會走 為什麼 你看到那種荒野 人家怎麼敢來 還沒有整理好的時候 因為他們可能會說 唉唷 不能怎麼去拚 所以說 等下廚生出來了 再請他們過來 那時候起來 已經大致上的一些 比較髒亂的 比較危險的 那些都處理完了 大方小龍師匠 很粗粗的 龍師匠會這樣做 到裡面那裡有家的地方 我們就要洗 要拚的時候 我才敢跟師姐 叫他們大家去當作 對 不過也拚了很多花 拚了很多花 才把那個 完全成立起來才是 對,就這樣 所以真的是很值得 因為阿芬拉也有上去過 我們關於環保教育站 真的是好漂亮的一個地方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那玉德師匠 我知道我們環保站 那個時候腳踏已經不夠了 為什麼你還有辦法 下去再送我們的老婆山 之前有一個想法 還沒有環保站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想法 因為過去 我在蘆洲做環保的時候 那個周序莊老菩薩 他車到我車上 我們兩個上高級上十幾年 他現在腳已經不怕了 就沒辦法做 他常常在家裡埋怨 我以前都對你們怎麼做 現在我沒辦法對你們做 我心裡就在想 如果有一個環保站的話 有些老婆山 我們可以請他們來這裡做 跟中途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 宿舍 宿舍稍稍稍讓他們用 因為 旧見到七十多歲來 有些粗糟 他們都沒辦法做 但是如果有安保站 有些項目的 坐著就像我做的 比如說狼狼 搶一些比較油的東西 他們老婆山就能做了 在他們來講 其實鼓舞很大 他們一直認為說 他們已經是做三本公民 但是有環保站之後 他們覺得說 我對這個社會 對實際還有 還有辦法去貢獻 他們做得很高興 所以說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感覺說好 那我 有環保站我一定拿來 用赤子來接送 甚至我老婆山就說 不用啦 我自己騎 我都不會騎 我堅持不讓他們騎上來 因為在這段過程 在路上的這段過程 絕對不可以出錯 因為他是要來做主席 因為他是要來做主席 我也給他們一個觀念 說 老婆山 你們來環保站 你們一定要有兩個大條件 第一 你們要快樂 第二 你要健康 因為你來這裡做 有在這兩個地方 你這裡躺來 不然你不躺來 他說當然 我們以前在家 都 可以看電視而已 我說不對 你們不是看電視 你們是坐在那邊的電視看 大家笑到 很好笑 因為 其實這些老菩薩 真的很可愛 在這段時間 真的讓他們也感受到說 我們是真的 把他們當成長輩在這間台 因為希望 要讓大家一個溫暖的雞 不管剛才有什麼困難 輸了輸了輸了 他都用心去給他確保 而且還可以當這種荒地 變成福田 也讓我們的環保站 變成大家都要來的地方 按照說的 我們現在就趕緊繼續看下去 在通往觀音山 潮陰洞 巷口旁 有個觀音環保教育站 大多數的清晨 林毅虎師兄 總是第一位前來開門 準備迎接上山 做環保的菩薩們 我們裡面的佈置是90%以上 是回收的 一些植物是我們立丸聯繫公司 提供的 很熱心 很發心 還有買一部環保車送給我們用 觀音環保教育站得天獨厚 不僅環境優美 還擁有300多坪的廣闊空間 環保教育站 就像是一片人間淨土 處處都是美景 主題 supervisory 是最好 我們去看 你不去看 我們去看